接下來我們來建立一個樞紐分析圖 大概又有一個規定 那哪些規定,第一個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把它移動到哪裡?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要先畫出一個圖 然後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另外增加圖表標題並且字中 然後它的字大小24加粗 然後圖力放在左邊 另外資料標籤就是這個外面 叫終點外側 然後水平的隔線 有主要跟次要都要 然後垂直隔線主要次要的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匯圖區 就這個匯圖區把它用漸層的 那做法我大概做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我要知道說我已經做出剛剛的那一個 這個樞紐分析表 那我接下來一樣 要對應到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因為有一些公文上的規定 所以呢 我就直接點選這個樞紐分析圖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因為它是直條圖 所以我就選擇直條圖就可以 不是後面那個複雜的直條圖 是直條圖,按確定 那因為它裡面有除了這個什麼呢 名稱之外還有年度 所以它有一個叫什麼 你會發現這個叫群組直條圖 也就是說呢 它會在裡面幫我畫出 除了這個 這個101年 它會把1020的直條圖畫出來 就按確定 那它會顯示出來 那如果我不要把它疊在 書紐分析表的上方 你可以按右鍵 有一個叫移動圖表 把它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 我們的一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的話也許 我就不改 叫Chars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的 把 如果你要讓這個版面清爽 甚至你可以的 把它的那個 右邊的這個 這個面板 看起來有點障礙 把它關掉就好了 先把它關掉 就長這樣 看起來就相對清爽 那如果 你將來做完的這個 書紐分析表 你一樣可以Ctrl C 如果它貼到PPT上面的話 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OK 兩邊是可以同步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根據 這個剛剛講的題目 第一個已經移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這個 上面有一個什麼 標題 標題叫通訊產品報表 那怎麼加 特別需要 你可以從 我這邊是要版面配置 OK 那 你們找一下 這個 如果其他版本的話 也許找一下功能 我叫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有幾個 一個叫標籤 從這邊標籤 一直到會圖區 這些的話呢 就是我們需要做的 那大部分呢 其實應該是 從左到右 分別完成就OK了 那這些功能呢 我建議 每個都要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 我們要標題嘛 目前是沒有標題 怎麼辦呢 沒關係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叫做 圖表標題 那圖表標題呢 總共呢 會有 三個選項 你選 第一個的話 沒有 所以目前是沒有 沒有標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有標題 而且要在圖表 標題 適中的話 那我就選擇 適中的重疊 那跟圖表上方 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個是疊在 繪圖區的上面 一個是 放在繪圖區 外面 兩者 你可能可以試上 那個效果 假設我選 重疊 就放在這裡 如果我選擇上方 他就會把繪圖區 往下壓 然後標題放上去 OK 那以目前這個來看 理論上應該 我是放在哪裡 應該是放在重疊的標題 所以重疊 那這樣未來 你要怎麼放 你可以自己再 針對你要的那個標題放 可不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嗎 有沒有要放上去 移動它 上面的名稱 叫 通訊 產品代表 OK 把字打上去 通訊 產品 好 這樣字打上去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還要設定 它的字大小 然後還有微軟正黑體 跟 加粗體字 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做設定的話 建議是直接點這個框框一下 讓這個框框不要去虛線 游標不要放裡面 點框框一下 OK 這樣點一下 讓它變實線 表示說這個 這個裡面的所有字 都做一樣的 這個格式 所以點一下 讓它變實線 然後常用裡面 把它選擇 第二個呢 我們要字的大小 變成二四 所以這邊字 把它變二四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微軟正黑體 那預設是新細明體 所以把它改成叫 微軟的中黑體 中黑 它叫正黑體 應該一樣的東西 它有時候叫正黑體 有時候又叫中黑體 反正都是叫黑體 都可以 你就選正黑體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加粗底字 就按一下B就可以了 然後預設已經有B了 所以就是直接預設的 好 這個是第一個 圖表標題 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圖力在左邊顯示 圖力喔 OK 這叫圖力這兩個字 那圖力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原來在右邊 那如果你要放左邊的話 其實好像可以用拖拉過來 不過我不建議用拖拉 因為拖拉的話可能它會蓋住 原來的那個 女的那個隔線 所以這邊的話呢 建議是 反面配置 找到什麼呢 圖表邀題的 右邊的右邊 有圖力有沒有 點一下 那它預設的話是在什麼 在右邊顯示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在左邊 左邊顯示在這裡 OK 點一下 你要放左邊 OK 那看你要放哪邊 放上面也可以 那上面就這樣 所以以後的話記得喔 那個圖力要顯示 那下面 你可以每個地方都調整一下 那確定說放左邊好了 我們就放在左邊的位置 好 那其他的 我剛好跳過一個功能 叫做 坐標軸 坐標軸上面的標題 所以如果你有X軸跟Y軸的話 你有不同的標題 其實你也可以在上面加標題 目前我們這個是沒有要求 好 那再來的話 圖力已經放左邊了 再來的話 就是資料標籤 改為終點外側 資料標籤 這個剛好用到過 而且這個功能非常重要 如果你上面 假設你的那個 比如說像直條圖 或者像圓形圖 或者其他的折線圖等等的 你上面呢 假如沒有一些標籤 資料標籤的話 其實說真的 閱讀真的不方便 所以有時候你要考慮到 別人在看你這個圖的時候 能夠最容易了解 而且訊息最完整的那個 呈現方式是最好的 所以有時候要去揣摩一下 到底如果今天給人家看這個圖 是不是能夠完整的表現說 我想要表現的 本來是一個原始資料 完全無序的 可以一看就知道 結果是這樣子 那馬上可以幫助 比如說你老闆做決策 應該他做什麼 哪一個產品 其實將來是最有潛力的 馬上一看 哇你這個資料裡面 給我很大的訊息 馬上可以知道 應該挑哪一個 那主推哪一個 這才是有意義的吧 不然的話 你這個圖畫半天 最後呢 失焦了 比方你那個很花俏 很多立體的 哇那個顏色很鮮艷 那問題重點在哪裡 搞不清楚 那當然就失去圖的意義了 其實圖是希望說 讓人家很快的 去了解數字背後的意義 馬上可以幫助人家做決策 而不是說 擾亂別人做決策 我們這一點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們如果說 希望呢 把這個外面再加一個標籤的話 那你可以做一個 終點外側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外面就多數字出來了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講 終點內側 它就會放在什麼 它的那個直條圖的裡面 那這個效果 你會發現 當然至少有字 可是那個字的效果 我覺得是其差無比 為什麼 因為顏色 跟字的顏色太接近了 所以幾乎被蓋住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還是放在什麼 終點外側 OK 預設是沒有了 我還蠻喜歡這個 這個一定要把它打開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我自己看 我覺得很麻煩 還要再看一下數據 或者看一下那個 那個水平的隔線 還要再對準哪一個 其實還不如上面 就顯示 數字多少 一看就一無了然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還要再來 就是增加什麼 隔線 目前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有水平隔線 但是它沒有垂直隔線 那水平隔線 它有主要的 但是沒有次要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希望什麼 顯示水平隔線 然後主要 現在已經有了 但還要把次要加進來 那垂直隔線的話 要主要的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在哪裡 隔線 這邊有個隔線 你會發現 那你會發現 碎序的話 一定是 這個主要的垂直隔線 要不要 目前的話 應該是只有主要的隔線 那如果我次要的 跟主要一起出現的話 那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選項 叫主要與次要隔線 通通都把它顯示出來 隔線的主要次要 這邊把它點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圖上面就主要跟次要了 那如果說你還要 重向的 垂直的有沒有 那你就再隔線 那這邊我是要一個 主要的隔線就好 次要不要 如果你主要次要都出現的話 感覺我會花很多的格子 OK 等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就顯示出 垂直的隔線了 最後的話呢 繪圖區 填滿一個顏色 叫黎明 那這個地方呢 怎麼樣增加那個黎明部分 那這邊就要 最後會圖區嘛 你看看按照順序 那會圖區裡面的話呢 要不要填滿 預設好像沒填滿 就白色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填一個 漸層顏色的話 而且這是一個什麼 黎明的話 那找到什麼 其他 會圖選項 找到呢 預設是自動 把它改成什麼 漸層填滿 有沒有 漸層填滿裡面的話 記得喔 把這個地方 預設色彩 改成黎明 黎明的話 應該是在 我這個版本 是在 預設色彩裡面的 這個 右邊 算出來的第二個 OK 就這一個 那 做完之後 當然喔 我們按確定 按確定 另外的話 填滿顏色 底下 預設 預設好像是 像這樣顏色 把它改一下 色彩部分呢 如果你要再增加一個 黃色的話 你可以再點一下 色彩再點一個 黃色 上面的話呢 就有點黃光下來 OK 感覺好像 會比較有希望的感覺 有點像那個 黎明 然後又有黃色 哇 感覺這個 這個圖裡面 就有一個意象 就是表示說 哇 這個 經過這個報表 後面的夜跡就長紅了 OK 所以其實也可以傳達一個 意念在裡面 OK 好 這部分的話 當然可以自己來衍生 我是覺得這背後 其實還蠻多 可以 可以 可以把你的想法 加進來的部分 OK 試一下 圖的部分 那 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 69頁以後 就是相當的畫面 再到75頁部分 那就做個圖出來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就可以把它存檔 好 那我們 這個單元 就先到這邊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是 在下一個單元 就是問卷調查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 會圖部分完成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